2023已经过去四个月了 这第一款通贩MG才刚刚到来 就是今天的MG卡版ZETA Z高达 同时也是MG卡版模型系列诞生的20周年纪念计划制作 不过这款MG卡版Z高达在去年公布之初 确确实实就诞生了很多讨论 像是造型、变形结构、包括价格 加上一年零零行行屈指可数的MG通贩线 我相信对这款模型大家也是非常关注 距离Z高达2.0罚售也是足足过去18年了 今天这款卡版Z高达会不会成为更好的西瓜冰 大家多多点赞收藏分享支持 咱们今天一探究竟 首先模型定价方面是6500日元 没有发射台底座 没有高能米嘎利子炮的前提价 比MG2.0版贵了1500日元 板件数量就是目前这些了 量的感觉并不是很大 很多板件采取了一二号对屏衔衔接的形式 在模型内部有附属一板银色的预涂装漆面板件 在卡板阶段上也有类似的板件处理 这次主要应用于一些卡板上常见的裙口细节设计 或者是一些炮口的强调 裙甲镂控结构 甚至是平时看不到的裙甲内衬里面 脚底板脚面上都有出现 而作为一款全新设计的MG 应该有些朋友比较关心内部结构的表现 因为Z高达本身机体的变形特性 所以在内部结构的连贯性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除了胸口顶部采取了外甲衔接之外 其他位置都表现比较充实和饱满 整体骨架结构表现也比较稳定 并没有出现松散的情况 当然Z高达的结构是不是经得起把玩才是主要的 这个咱们后面再说 大家先给内构框架的表现打个分 而在外观方面 如果说和2.0版比较的话 确实还是能发现比较明显的不同 首先在外形轮廓方面 2.0版虽然已经发售有18年了 但是整体身形表现还是挺协调的 也没有那么浓烈的古早味 我还是挺喜欢的 而这次的卡板躯干身形有所特别设计 区别过往产品 这次蓝色胸甲部分参靠早期的设定图 采取了下肢的角度设计 同时下端装甲也更加贴合腹部 而底部叶片是添加了可动关节 呈现为包裹覆盖样式 所以这个胸部并没有像Z高达那么挺拔 但是从正面来看 躯干被调整的更短更宽了一些 也比较紧凑扎实 裙甲放大拉长 大腿夹粗 小腿和膝盖结构均备拉长 最终肢体的衔接效果表现还是比较连贯均衡的 背包方面则进行了一定的缩小 正面来看背包展现的面积是更小了 手掌部分针对设定图是进行了特意还原 为了达成像是霹雳手套效果的白色护甲覆盖区 这次还特意给手指部分做了分段分色处理 而且拳头尺寸也非常巨大 实际上无论是胸口的下垂包裹 还是白手套造型 在1985年的1比100美丽的Z高达上就有明显体现 而后续主流模型貌似就没有再去刻意表现过了 而这一次应该说在最早设定基础上又进行了风格化处理 和2.0版也是做出了区别 2.0版和卡版的身形表现 各位更喜欢哪一个呢 而在分色方面 基于早年技术限制 2.0版本身上所涉及的部分黄色区域的分色 有一些位置还是没有实现分件分色 还是采取了贴纸补色 像是一些初期口内部也没有实现分色 下入金卡版的话 黄色区域完全不需要再使用贴纸了 都是分件前套达成的分色 而且在黄色喷口的内部 都实现了独立的灰色分件分色 不过卡版的初期口设计 并没有给出网状的浮雕结构 呃 如果说这个也是怀源设定图的话 我真的是感觉大可不必了 在外甲部分也采取了比较多的镂孔分色处理 来提升外甲表面的细节 从头部到脚掌都有类似的细节分布 而另外在一些小尺寸的喷口内部 也给出了内衬的分件分色 像刚才提到的裙甲内衬 2.0版是没有内衬 只有一片裙甲内层的浮雕结构 单纯素组下所带来的细节表现 这两者18年的差距还是肉眼可见的 如果说感觉细节还不够的话 在模型内部也是附属了卡版的标叉之一 大量的标志水贴 如果说不经常玩的话 可以再贴一下丰富一下细节 接着我们来看看卡版Z高达为我们带来的细节表现 首先面部造型的表现不太讨喜 整体头部相比其他模型而言 确实会显得更窄一些 正面也显得更加细长 感觉比较凶 不过脸部有角度限定 稍作仰角会感觉面颊下端上扬收缩的角度不太明显 加上面颊侧面底部做了一个轻微突出 和自然光的影响 会显得比较平 低头的话倒是底不大 侧面表现会更好一点 眼眶和双眼都是独立分件达成的 不过双眼和头部监视器都是采取了纯透明分件 覆盖上贴纸实现的不色 另外贴线区别2.0的设计 2.0版是单组贴线 MS形态冲浪者变形都是借助贴线可动实现的 在顶部有封口 但是并不影响天线可动 而卡板MS形态下给出的固定天线 顶部封口以后天线是不具备可动的 如果想要变形可动 需要替换上一个红色分件顶部被开口的另外一组 虽然说天线确实可动了 合得更拢了 但是在顶部呈现的一大段空隙 1比100比例下确实会表现的比较突兀 在顶部和侧面看起来都会有些奇怪 脖子关节底部为前段连接 可以实现较大幅度的低头角度 不过在背面会出现比较大的空档 脖子顶部为卡扣配合上球形关节连接 配合底部关节可以实现非常大范围的抬头动作 头盔背面装甲正好会收到脖子底部的空档里 看来是故意的 上拉头部以后 顶部的球形关节可以让头部左右旋转 包括些侧摆动作都可以实现 而在头部为了防止回缩的固定方面做的比较好 2.0版给出了一个端落卡扣 最高点会有一个轻微的锁定 但是效果是微乎其微的 按动头部还是会容易缩回去 而卡板则是直接利用后期变形和盾牌衔接的连接结构 充当了头部的固定内构 这个位置只要抵住腰部内构 头部就绝对不会缩下去 是挺实用的一个设计 而腰部的左右白色装甲 卡板则是利用了一个底部卡榫进行固定 把玩的时候不会容易出现回缩的情况 而另外在腰部中段为第一段侧摆结构 左右摆动的角度比较清晰 这个时候再看内部 这个支撑杆是沿着底部内构的U型轮廓左右滑动的 有点意思 而在弯腰结构是配置在了上下肢连接的关节组位置 可以为上半身提供一点弯折角度 但是不多 而另外关节组也能够实现一点额外的左右侧摆 幅度表现还是相当可观的 两下关节表现都比较紧实 腰部能左右稍微旋转一点 过大的话容易撬开白色的腰部装甲 2.0则是球罐设计 胸口中间部分红色单元为价舱装甲 直接翻开就可以看到价舱内的细节 结构是比较简单的 而另外附属了1比100比例卡妙的战姿兵人 精度非常之高 这个发型特征还是挺明显的 就是整体姿态是没有什么特性吧 在手臂方面 这块肩甲是采取了5个单元拼测而成的 上下前后每个单元都具备独立的可动结构 参与变形动作 MS形态下可以对手臂进行一点让位什么的 但是每个单元的衔接都是利用小C型卡扣咬合的 加上PS结构比较软 在进行把玩操作的时候是非常需要注意的 在手臂根部关节组设计比较特殊 主要衔接在后背位置 第一段可以在这个位置实现一点平举角度 肩膀本身也带有一个关节 配合起来平举角度还是挺好的 而整个手臂也能够进行垂直方向的旋转 手臂本身也是提供了前后摆动关节 后摆角度比较大 但前摆的话白色装甲会抵住 手臂上端旋转没有问题 曲肘采取了三段式关节 最终幅度非常大 另外在下端是可以左右摆动的关节肘 这个关节对于拿枪让位还是挺有用的 同时在小臂下端也有额外的可动关节 可以前后摆动 造型手部分这次被营造了非常硕大 手腕部分除了球形关节连接之外 还有一个内外摆动的关节 除了默认的握拳手型之外 还有一个单独的开掌手型 大拇指给出了独立的球形可动 其余造型则是通过替换色质来实现的 在手臂部分有配置二连装导弹舱 我们掀起蓝色盖板就可以看到弹头细节了 如果想推出的话 需要借助外挂式的弹舱结构来实现 这样的话可以展现出更多的结构了 不过回收的时候需要注意 在顶部有一个锁定段落 需要用力按压卡住才能回收到位 否则蓝色盖板是无法扣实的 前裙甲部分采取了球形关节可以上翻 但是当部顶端细节会对裙甲的可动造成干涉 需要向侧面让围 而侧裙甲则是利用关节组 衔接在大腿顶部的凹槽里 侧面展开的角度比较大 连接部分采取了球形关节 还可以前后旋转一点 在顶部带有掀起结构 展开之后内部收纳了一个黑色的光束军刀剑柄 拆下来以后安装上光束特效件 就可以手持使用了 在后裙甲和屁股上是配置了五个喷口 还是挺好看的 单偏后裙甲采取了柱形卡损连接 掀起幅度并不是很大 而在腿部给人最大的改善就是 基于变形结构的重新设计 MS形态下整个腿部的长短是被固定住的 在站姿或者摆滑的时候 都不会出现回缩的情况 像是2.0版那种一按就缩回去的问题 卡板上不会再出现了 站立表现也更加稳定 不会容易倒了 MS形态下最终的前踢角度在120左右 后裙甲的掀起幅度限制表现稍弱 侧踢幅度在70度左右 顶部的关节组也会稍有限制 大腿顶部可以水平旋转 曲腿幅度表现在150左右 通过下移腿部推进气装甲 可以再稍微提高一点曲腿范围 而且在膝盖部分 基于变形结构的设计 带有大量极限内构填充 最大角度下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关节空档 关节衔接也比较连贯 手感和关杆的表现都挺好的 小腿下端护甲有独立可动 不过可动范围是比较小的 而脚掌部分的第一处前后摆动关节 实际上是设置在了小腿护甲偏上位置 因为小腿下端装甲覆盖量很大 脚掌的水平旋转也有些受限 实际上在内构上已经做出了纤维结构 脚踝部分给出了侧摆关节 接地是足够了 脚掌也能够进行大范围的弯折 属于后期变形的动作 而脚面的白色装甲前端采取了一个关节线接 是可以掀起来一些的 但实际收益是为乎其为的 进行简单的把玩 这台卡板最高大的口动表现和关节的稳定程度 确实要比想象中是好很多的 但是像是肩膀复合关节的连接方式 加上肩甲大量掐靠关节的存在 把玩的时候还是需要多注意一下 以免出现关节损坏的情况 而装备方面我们首先来看看背包 2.0版的背包采取了机翼机械臂连接到背部 顶部再利用球形关节辅助稳定的中心部分 两点定位 MS形态下背包的机翼角度基本上是固定的 机翼的底部呈现为分开样式 而卡板则是仅仅采取了一个机械臂连接 配合上机械臂上给出了多段关节 这个机翼在背部的时候 位置摆放的自由度就会更高一些 机翼底部也可以更加合拢 但是有一个上下滑槽的挂钩结构 衔接装甲位置是非常单薄的 感觉非常危险 而另外卡板机翼结构简单 靠近背面一侧是纯开放式的 2.0的话看起来是更加完整的 而外部武装有一面最终充当为机头的盾牌 前端红色单元支持拉伸回缩 对比2.0可以看到轮廓和表面的分色均有不同 内构细节所展现的面积更多 不过在拉伸延长的范围方面 是没有2.0那么大的 我们直接安装到手臂摇槽上就可以完成搭载了 而另外一个是专用光束步枪 牵管支持外拉延长 回缩到底部位置的时候带有咬合锁定机构 枪头的前端可以安装上这次的光束军导特效件 让光束步枪充当光束军导使用 底部的握柄也可以向前方进行万折收纳 并且在底部有违反卡榫 展开之后光束步枪也可以安装到手臂上来进行收纳 开篇的时候也说过了 这次没有像是1.0 2.0那样附属高能密嘎地子炮 这个确实让人感觉挺不舒服了 而至于卡板的炮将来会不会有 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发售 就不得而知了 但可以预见的就是出现的时候肯定缺不了玩家们的抱怨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机构达最大的核心玩法 冲浪者形态的变形流程 这里我们替换上顶部带有缺口的可动天线 天线部分合拢 然后上翻蓝色小片装甲 还有驾驶舱 把整个胸部单元向前拉伸 给一会上翻腾出空间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之前胸口里面 用作支撑的连接卡榫翻出来了 翻好以后头部配合中间滑轨下沉 并且把整个胸口的蓝色装甲翻到身后 整个空间还是非常富裕的 注意好顶端的天线就可以了 最后再来回缩蓝色装甲 在腰部两侧的白色装甲底部解除固定 如果说空间不够的话 可以把侧裙甲让点位置 两面装甲向腰部方向合拢 和头部对在一起 这是可以看到契合度还是挺好的 基本上贴到严丝可放 而手掌部分全取过拳手 为了一点关节 给内板腾出足够空间 让拳头向内部进行弯折 而肩部装甲顶端 利用那几个锁扣机构稍做一些折叠 而在小臂位置是做了一个新机构 我们可以外翻线蓝位置解锁 然后整个手臂可以进行一定的缩短 极限角度下还有卡位结构 到位之后再把线蓝分件扣回原处即可 接着两个手臂利用肩部关节 向内部进行弯折 裙甲部分有几处操作 后裙甲利用衔接关节 进行后拉腾出一点空间 然后前翻装部 先拉结构 解除大腿根部的锁定 而背包的机翼方面 把机械臂的关节进行后拉斩平 这一步是为了给后面的腿部动作腾出空间 大腿根部关节调整一如既往的有点绕 根部翻出来以后顶部向背面旋转 然后在卡扣关节位置前翻 再利用大腿根部卡榫 让腿部向后方进行翻转就可以了 和2.0的结构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同样很绕 好在关节很紧实 调整起来比较便于操作 前击甲向内部空间完折 当部侧面有一个定位的小突起 对准放置就可以了 刚才没有放置到位的手臂 也落到空档位置 中心位置就收纳紧凑了 而第二处复合关节位置是在机翼两侧 现在利用底部关节向躯干靠拢 中间位置直接关节旋转180度 机翼朝上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把内部收纳的机翼展开 这样的话内部才会空余扣式到手臂的空间 这个直接外拉就可以了 在最大角度展现到下面露出一点浮雕机械细节的位置 会有一个段落锁定 顺手也可以把侧面的小机翼展开 相比2.0版 卡板的机翼结构设计是特别简单了 甚至还有点简陋 在机翼连接位置有一个滑槽 我们滑动到底部 很薄 小心 在机翼和手臂之间带有一个固定卡榫 而为了方便对位 卡榫底部采取了球形结构 话虽如此还是挺不好对准的 把机翼扣实到手臂上就可以了 机翼调整完毕之后 我们再整理一下大腿根部关节 给它弄板着 像是侧面的侧品甲也利用多段关节展开 再利用根部的球形关节向上反转 小槽轮廓什么的 正好可以和关节轮廓匹配在一起 可惜的是这个地方的关节并不是特别紧 也没有给出卡榫定位 仅仅是一个类似挂钩的结构搭上去 这固定效果是不如2.0卡榫那么稳定的 在腿部我们先上一白色膝盖装甲 然后在腿部背面推进细单元 利用内部关节抽拉出来 在里面采取了一个比较细长的套花结构 配合上一个细小的卡榫定位 尽量不要让这个状态暴露太久 以免手滑损坏 上拉顶部黑色单元装甲 下拉底部的白色单元装甲 可以看到喷口会呈现为展开状态 而腿部弯折的第一段 实际上是在膝盖关节再往上一个位置 平时大腿装甲对于这个位置有一个不寸太紧的约束 我们解除锁定以后上弯 然后利用膝盖关节向前方进行折叠就可以了 整个过程轻松顺畅 关节最终会逆向堆叠到一起 到位之后刚才拉伸出来的喷口单元 利用滑杆再贴合到腿部就可以了 在前端会覆盖上原本的白色装甲 脚尖部分和小腿护甲都进行合拢操作 和卡版的MR魂Z一样 腿部都是更大幅度的折叠动作 但是像是背面喷口单元的处置方式就有些不同了 接着拿出盾牌 延长之后向后方弯折和手臂的连接关节 向底部翻转贴合内衬 然后底部凹槽对应胸口部分的卡榫 顶部的卡榫对应驾驶舱内衬的凹槽 两两对接盾牌固定就完成了 而作为2.0版除了这两个位置之外 机翼和盾牌之间还能再次对接 是4点固定 这个时候还有很多没有配合到位的地方 在后裙甲我们利用内部的多段关节上移 在内部有一个卡榫和机身的蓝色装甲可以进行对接 两侧裙甲和内衬骨架也有咬合卡榫 在后背中心结构 我们向后方拉伸 可以看到原本背部之间 是有一个外奔小卡榫进行定位的 我们把卡榫收回去 两侧蓝色小装甲前移 这个结构很担保 移动的时候要注意受力均匀 最后整个背部结构向前方进行移动覆盖 这个地方的设计我不太喜欢 比较随便滑 光束步枪利用用卡榫搭载到机身顶端 这个变形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先就变形方面的表现5分满分 来打个分数 在整个变形流程方面 和2.0版区别还是挺大的 这个步骤流程更复杂了 个别位置变形机构设计不一样 像是背包的机械臂 手臂 胯部 都不同 腿部采取了类似MR魂的设计 本身材质比较软 像是背包的机械臂 或者是小花槽的一些卫衣操作 我感觉还是有益损风险的 反复玩的话 这些结构要经历考验了 而且有效稳定卡损并不多 上潮以后飞机形态的一体感 反而没有2.0那么整 小背包最后带来的也是小机翼 略甜小气 而且机翼和机头的间隙还比较大 全面来看 变形表现两者之间还是各有前求 开篇的时候也提到过 即便Z高达有MA形态 但是在模型内部 也并未附属任何形式的支架 更不要提什么Z高达的发射台了 在不准备支架的条件下 MA形态也有展示方法 就是这一次在机身底部的4个位置 不需要任何替换件 直接就可以翻出小飞机的起螺架来 所以能贴个地面 整个驻机形态就不需要支架了 我才弯带就这么琢磨的 这几个起螺架虽然关节都不算紧 个别位置还采取了球形连接设计 但是支撑起来倒是没有问题 就是距离地面非常矮 作为今年第一款头发MG 并且还是卡板新规结构的Z高达 关注度确实比较高 这款模型在外观部分给人的感受 就是在早期造型设计的基础之上 在进行卡书的个人风格的计划 加上目前技术力的提升 分色表现更加优秀 细节表现更加丰富 相比18年前的作品而言 这些进步自然是无可厚非的 而这些都是没有看到实物的时候 就可以预料到的 但是并行属性加上拼装结构 我认为确实存在翻车几率 意外的是 实物上手之后 人形状态的关节表现非常扎实稳定 也不会出现缩头缩脚的情况 把玩摆造型都没有问题 已经是很舒服了 不过面向表现一般 天线处理也不够完美 面形天线顶部还需要大开口 肩甲部分C型扣腰盒的结构也有些多 而对于这款机体的MA形态表现 就感觉没有MS形态那么多惊喜了 虽然说手臂相较采取了一些收色的新设计 腿部也是采取类似MI魂大折叠结构很爽快 但是部分关节位置衔接结构在摆弄的时候 确实感觉是岌岌可为 而且后背位置来自装甲也有些琐碎 上手一体感稍弱 最终成型还可以 而且没有支架 没有发射台 没有高能米嘎粒子炮 定价6500日元 就感觉有点贵 而今年的第一款通发MG 这款卡板最高达 有没有达到你的预期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大家喜欢视频的话 多多给视频点赞 收藏分享支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